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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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志泽为了昨晚的事向我道歉 余总 咖啡 你来得早 今天早上有人来过我办公室吗 没怎么注意啊 好像沈总 沈总来过吧 不太确定 嗯 好 没事了 许诺 许诺是吧 你好 我是迪欧的林凡 早就听闻许总监采谋过人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番下 你看 这花在你面前也黯然失色 是你 是我 这个 最近总是给你打电话 实在不好意思 我觉得 咱俩应该好好坐起来聊聊 林总 林凡 好 林凡 我现在真的没有跳槽的打算 就算有呢 也肯定不会去迪欧 话别说这么早 你现在是没有 可周冠保日跟我聊完之后 你一定会 而且非迪欧不去 我现在有事 我懂 我会等你的 所谓得之不易猜险的珍贵 这道理我太懂了 我现在是真的有事 所以就不用吃饭 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对了 三年前我欠你一笔修车费吧 回头你发给我卡号 我打给你 合着你还记得啊 早知道了 我就 我就不整这些了 要不把那个修车费 折合成时间的量 一个小时就可以 半小时也行啊 咱好好聊聊嘛 好不好 什么时候 话我收了 回头跟修车费一起打给你啊 走 师傅 有戏啊 喂 白总 你好 女的美女 现在话收到了吗 啊 花是您送的呀 美丽的鲜花送给美丽的女人啊 在我的心里 你跟这些花一 不是 你比这些花还美 您真会夸人啊 怎么样 余大美女 有没有空啊 出来喝杯茶 我 我最近特别忙 下次吧 下次我请您吃饭 别别别 你不能我每次约你 你都拒绝我 你这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 不 我最近真的特别忙 真的没时间 余大美女啊 我马上就到上海 这样啊 那个 你赏个脸 出来一趟 行不行 咱只聊业务 咱们不谈别的 那行吧 把地址发给我 好好好 那一会儿见 好 谢谢啊 朱君 有事吗 鲜花漂亮吗 漂亮啊 送给你 真的 拿走了 谢谢啊 刘瑞 怎么样 我算了啊 厂子老是热不起来 来 拿着 谁啊 老赵送你的 他那么可口能送我这个吗 拿着 一会儿跟传单一起送给夫客 好 知道了 来 您好 来 来 谢谢啊 来 拿着 蓝针大筹 谢谢 看一看蓝针的超级大筹 很划算的 来 看一看蓝针的补水套装 给女朋友买一份吧 蓝针筹 看看蓝针有大筹啊 来 看一看蓝针大优惠 我说你不发传单你干吗呀 工作去 看一下给你朋友买一份吧 蓝针有超逼 你谁啊 你挡着我 我是Miki啊 来看看蓝针 在业内这么大洞干戈地追小我 惊动了那么多人 到底按的什么局限 你不了解他 他人很好的 但是已经足够让我远离 你们这样的人了 他是得罪你 看看蓝针大筹 那Miki没有得罪你啊 是不是可以给Miki一个机会啊 看看蓝针大筹 看看蓝针大筹 你别拦着我 你到底要干吗呀 干吗 我真心实意地跟你说 咱们两个一起吃一顿饭 好好聊一下呗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 这个 可以了 要不先喝点东西吧 好啊 两杯柠檬水谢谢 好的 您稍等 我说你也太随性了嘛 我喜欢简单直接高效 不喜欢兜圈子 巧了 我也不喜欢兜圈子 只不过呢 是看见你有点紧张 所以先撤点别的 让我这七上八下的心 可以平静下来 紧张 你看这可不像是面对女人 会紧张的人啊 那得看是面对什么样的女人 好 林凡 雨雨姐姐 你怎么来了 哎呦 我们林大总监那么紧张干吗 又坏人了 哦 对啊 哎 你来干什么 我 我来探点事啊 和你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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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家林凡特别好 一点都不花 上去两天你就知道了 哎 哎 喝点茶 谢谢啊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哎 为了你妈你 别说等几分钟了 就是等一辈子 我也喜欢听见 你妈你 你妈你 妈你 还是妈你好 妈你闪得真 哈哈 哎 不是要详谈吗 说吧 我知道 这三年里赵天成是怎么对你的 来迪欧吧 我们这里有你需要的平台 你任何提出的要求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我们需要你 这三年你们在与兰山的竞争中 屡战屡败 现在沈志泽回来重整江山 第一个要针对的 当然就是兰真 你们老总大动根割地想要挖我 不管是出于想要挑拨我 跟赵天成的关系 还是另有图谋 我都没兴趣 话别说得这么绝嘛 迪欧现在都已经不行了 我掏心掏肺地劝你 别在那儿死死手了 来我这儿吧 我直接让你当老板娘 沈志泽都消失三年了 你还要等着他吗 这三年我可是随脚随道 我对你怎么样 我心里是咋想的 你最清楚了 我怎么会最清楚呢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灰虫 别 别 别闹 真的 我特别认真啊 三年前你第一次来苏州 做那个推广 我一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干嘛跟迪欧合作那么多年 我巴尔伯今天三八了我都未婚 为什么 就是因为除了你 别人入不了我的眼 我看您挑花眼了吧 这么多年 您也没闲着 你说我一生一人 那逢场做戏那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这找媳妇跟谈恋爱她能一样吗 我巴尔伯的媳妇那绝对不能是一般人 我那么大佳音 她得有人帮我 妈妮也就是对你 我认真负责地告诉你 我可以立马去 这样吧 要是我真嫁不出去 我一定找你 不过志泽回来了 只能让白总失望了 我还有点事 白总 我下次请您吃饭 别别别 你 沈志泽回来了 沈志泽走了这三年里 我们的管理思路 还有平台建设 都碰到了很多问题 现在她回来了 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去规划 所以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 专业经理人来帮我们操盘 但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帮我们走出困境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反而更不想去了 因为 这就是报应 聊得差不多了 我也该走了 给迪欧一次机会 我代表迪欧三界面员工 请求你 机会 三年前你们给过我机会吗 三年前我是多不想跟迪欧缠上瓜葛 可是我没得选 感谢命运也感谢你 让三年以后的我 有了选择的权利 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声 迪欧是我这辈子最不想去的公司 你们的老总沈志泽 是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啊 没想到我临翻很有出事不力的时候 换口味了 长得还行 不过身材一般 那是 那哪能跟你比啊 女神 说正经的 今天的事情呢 帮我保个命 不要跟志泽讲 做贼心虚啊 你什么情话 那小子什么情话 还对你念念不忘是吧 这都两三年了 要我说啊 人对你念念不忘你就从了她呗 跟她 凭什么 那你跟着约会 谁跟她约会了 喝茶 喝茶而已 喝茶 那我也就是喝一个柠檬水 你凭什么说我约会新女朋友 你那是惯性 有时候你见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好了 不跟你瞎瞅了 反正呢 我替你保密 你替我保密 我还真没什么秘密 我还真没什么秘密 你没什么卿 我还真没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压住 使劲 压住 得 得这么压是吗 对 没错 来 膝盖顶住 对 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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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诺那边 没戏了 我已经努力了 怎么就认怂了 不是啊 你就连钢底霞在那姑娘面前 你也得认怂啊 你说 在地上 你说你之前到底怎么得罪她了是不是 你 你 我跟你说 你以前造的灭啊 这不容易全到我身上了 我说真的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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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就让膝盖你来得再猛灭一点吧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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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迟到了 人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好 可以开始开会了 许总监 人事部高下达了一个新的绩效考核方案 大家对这个方案很有意见 有什么意见 说说吧 今天业绩这么好 大家都以为有额外奖励呢 可额外奖励没有不说 雷年初定好的提升方案也改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是啊 确实 确实 还有 这个方案公布的程序有问题 再怎么着 也要先跟我们这些主管商量一下 怎么能直接下发到一线呢 现在好 所有卖场已经炸锅了 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等等 你们说的什么考核方案啊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看电脑 看电脑 这扇门有通知 大家现在这个提升比例 全部都下伏了一点五个百分点 主管现在奖金也少 今年业绩这么好 没理由这样不升反降啊 商案无造啊 这个新的政策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会找赵总了解清楚 当初承诺给大家的 绝对不会有变化 赵总 赵总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不在这个标准反案之内 你最近表现不错 我会给你额外奖励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今年的业绩销售额 大幅度地上涨 这时候应该想方设法地 去鼓励员工 怎么反而降员工的提成呢 你这不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吗 找什么意思 坐下说 我们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咱们哪有这个经济实力 大规模地投入宣传费用 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团队销售 我才会给出高于行业标准 两到三倍的提成 我们现在呢 我们已经成规模了 明年的市场费 占到销售总的百分之三十 在这样的市场宣传公式下 那地面销售起量 那是必然的事情啊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员工白拿我的钱的 但是咱们年初就定好的政策 如果不对线 拿什么取信于人 到时候大家都心寒了离职了 那咱们怎么办啊 离职 离职 许诺 你替我想的这个好主意 离职 如果他们离职了 我连今年的销售 提倡我都不用服务了 好主意 你可真是我的好军师啊 许诺 收好你自己的本分 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好 你可以出去 孙子 不是孙子 是孙子兵法 不管这脸色 完了 好 跟老板论战书了吧 简直太过分了 真是要疯了 我居然为这种人白干了三年 行行行行行 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想 怎么收拾这残局才行 你说咱们许总监能搞定赵总的 咱们这提成的事还有信吗 别做梦了 赵天成是谁啊 出了名的吝啬鬼价暴君 你看看他的队许多 这活没法干了 他太缺德了 姑娘们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赵田敏让心情变好眼 你谁啊 没事 现阴晴 现在事到这么乱 谁知道你这里面也没有下药啊 不好意思 是我 原来是他 玫瑰王子 他就是那个许总监那位 你叫你叫你叫 这个我和诺诺 他还没公开啊 他害羞 走 我们走 对了对了 来 这是喝的 来来来拿来拿来 别客气别客气 来来来来 谢谢 姐 我说姑奶奶 你怎么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呀 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喝坏了 心情不好也别不吃东西吧 为何坏了多让人心疼啊 你到底想干嘛 我猜你现在应该很想看到 我才想看见你 我今天一天在这儿 得到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赵地生不是个好人 我劝你赶紧亲爱同名吧 天底下好公司千千万万 好老板也千千万万 你怎么挑了这么个人渣呀 像他这样的人品 你再怎么帮他 再也就这样了 到时候啊 你没把它洗白了 到时候把泥给染黑了 这要干嘛 这要静默者黑啊 要立志啊 要发挥正能量啊 你别把自己耽误了 听到了吗 我说你别光顾着吃啊 你倒是 你倒是喝口水别噎着吧 那也比你们老板强 偏见 你这就是偏见 你没跟他共识过 你怎么知道啊 你一旦跟他共识 你一定不会说出这个话 咱们老板啊 很多姑娘喜欢他为什么 很多姑娘就因为 你上了他 看包不了时候 那忧郁的眼神 还有微微皱起的眉头 哎 你这也吃得差不多了 要不你给句痛快话呗 也不枉我在这里等了一天了 也没敢多喝就怕上厕所 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你也确实是不容易 这么多天了 费尽心思地想要堵我 哎呀我知道 你也是受人之托 众人之事 这样吧 明天我亲自去迪欧 亲自跟沈志泽说我不愿意 跟你无关行了吗 那怎么还不愿意呢 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去了 哎呗 这样 去 先去 咱们先去 说不定你看到我们老大 这看包表忧郁的眼神 嗯 再见 老大 有信 他想见你 明天早上九点半 办公室 好 对了我跟你说啊 明天你的眼神呢 千万要显得特别的忧郁 知道吧 什么 好了 行了 你别管那么多了 我一天没上厕所了 我先挂了啊 好 忧郁 这样的忧郁吗 忧郁 这样的忧郁吗 哎呦 看点东西 好不好 那你要陪着我 等下走啦 芮芮 有男朋友了吧 没有 你想长什么样的呀 你说你长得也挺爱看的 人也乖乖的 怎么就没男朋友呢 小芮啊 年轻人做事啊 不能只考虑自己 多想想老人 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地打工 你父母得多担心 这你要是早点结了婚 过上安安闻闻的小日子 家里人得多开心 是吧 那让你们聊啊 喝茶 你跟阿姨说说 你想啊 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什么样的东西 说你这孩子 你这样说话就不负责任 你说 跟你长个那样的成吗 行 不是 不是 你行 人家还不行呢 咱得实际点 你看啊 那些跟我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们 那些孩子们 都知根知底的 你看看 工作 能力都非常好 阿姨也见过 你看看你相够哪一个 阿姨去跟你说去 阿姨 这都让你家许诺挑剩下的 真不是啊 她一眼都没看过 现在自己这样挺好的 真的你不用等他操心啊 你怎么说话呢 阿姨是为你好 我知道您为我好 我给您这心意 我心领了啊 缘分东西真的不能及的 刘瑞啊 让他们再出一个缺和情报提供 不是阿姨说你啊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说你比我们家许诺大两岁 你要是赶紧找一个男朋友 你刺激他一下 没准他就开窍了 那就是你 天天老缠着我们家许诺 干什么啊 你们俩 不是有什么情况吧 丑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阿姨真的输了我一个小时 你说你不找男朋友 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说你多少天才来一次 他们说你就错误错误听得了 你不想想我每天都被他们这么叨叨叨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再不找你来转一下我都快疯了 那你也不能把我来当靶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你爸那火力 我能扛住了吗 你赶紧的吧 赶紧找一男朋友得了 找着了又怎么样呢 没准又跑了 那个 冰山来客你找着了吗 说不定压根就没这个人 你的人生 我管不了 还有风雨 终于来了 恭喜你带ksen 老年大驾 带路吧 请 沈总 人带到了 请坐 我不是来跟你谈合同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的属下为难 也请你们迪欧别再骚扰我 不过既然你都来了 不妨去看看合同 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可以谈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我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吧 沈总 三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沈总也一样 不 我变了很多 不过既然你来了 那就证明 也没有像你所说的 那么不想见我 那么为什么 不放下三年前的不愉快 就事论事 好好谈一谈呢 我不像沈总 您这么心胸开阔 这三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您应该有所耳闻吧 那全是拜您所赐 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愉不愉快的 只有厌恶 今天我来 也不是想要跟您好好聊一聊 而是想要告诉您 请您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赵天成给你多少薪水 我给你三倍 一年之内 迪欧的销售如果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长 福利 代理 随便你开 公司如果上市 你可以分到百分之三的股权 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如果是别人 早就躲得远远的 可你却拼命地想要把我留在你身边 我相信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是能够带领迪欧走出你一台的最佳人选 如果我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不去争取你 那是我对不起迪欧 我没有那么幼稚 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那么幼稚 我们是在谈合作 是在争取双赢 是在实现彼此价值的最大化 我不懂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确实不知道这三年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可是听你的语气 还是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一样的让人觉得恶心 我知道你不在的这三年 迪欧精英混乱 而眼下 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正如你三年前教会我的一样 人总是要学着 为别人的过错买单 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 如果你愿意帮助迪欧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 影响你做出理智的决定 我没有针对你 只是你的人生 我管不了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就让我把这三年的心结都解了吧 三年前的学崩 救我的人是不是你 你觉得是我吗 很抱歉让你失望 如果救你的人是我 现在大概就会是我最后悔的时刻 谢谢 去八星社最新消息 刚来那个就是沈总长来的新宠 新宠 代替女种的相遇女派掌门人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反正我已经跟南姐说了 让她赶紧跟女种配报一下 省得她埋怨咱们这些作业报的犯事不烈 对 全 ce se 绅 preview popped 这么开心啊 蓋库 对 有 抱歉 看样子是谈妥了 这么激动 不过换我的话 我也会很激动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份合约 可是我入迪欧以来 处理的最人性化的一份合约 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怎么样 够兄弟吧 谁说我要来了 你不来啊 你难道没有被我们老大 那忧郁的眼神 给深深的折服吗 去去去去 就你们那老大 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优点 像她这样的人啊 活在地球上 简直就是浪费空气 你回去劝劝她 让她回她的星球上去 不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优点 她最大的优点 应该就是她女朋友了吧 真不知道小语 看上她哪一点了 你认识宋小语啊 他们结婚了吗 你不知道 她在三年前 在雪崩中失踪了 智泽找了她三年 还是我把她劝回来的 当然你说得对 宋小语确实是沈志泽最大的优点 我叫小语 你呢 我叫许诺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我替志泽跟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世界依旧心色匆匆 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 可是那么美好善良的你 却为什么不在了 这什么意思啊 你得去完善一下跟金石企业合作的商业计划 表达出我们的诚意 争取把这笔投资谈下来 你什么意思 这次我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奖励政策的事情 所有的一线员工的情绪都受到了重创 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 需要我来安抚 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 我担心会有大批的员工跳槽 许诺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在跟我谈什么员工 什么奖励政策 如果不是一线员工的持续努力 我们的业绩不会上升得那么快 赵总我最后问你一次 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商量 不可能 当初的政策也是你定下的 这才过了十一个月你就改了 那我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 我告诉你 员工的销售提升政策 只会越来越紧缩 不会再提升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话题了 好 那请你兑现我的提倡 许诺 这就对了 做人做事 先把自己照顾好 这份 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个是全年销售额的两个点 把你三年所有的公司加奖金 全都补齐了 还有妇女 你确定你想好了是吗 这么多钱 你全部都要拿出来分给大家 你补补大家受到的损失 是吗 你这么似傻孩儿啊 人家这是老赵欠你的 再说了 你好不容易从老虎嘴里面 抢那块肉这么不知道珍惜 这次的销售提成绝不能没有 如果大家拿不到钱 对兰箴来讲 就是地震 就是海啸 是火星撞地球 老赵他不查民间疾苦 我管不了 但我是销售总监 我得顾全大局 是 你顾全大局 谁顾全你啊 老赵也真是的 这不是顾我和差一桥吗他 大家其实心里都特明白 这跟你没关系 你何必要这样呢 我答应大家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兑现 把这些钱分给大家 也算是给大家一年的辛苦工作有个交代 我自己觉得那辛苦得去 你确定 照我说的做呗 这是你的 别别别别别 你都这样了 我能要这钱 你真是 拿一轮 给咱俩买鞋 特性 长点心吧你 我来跟资格 这会儿 我认识 我来说 你 我去 既然 有一个 我来 我招待 我来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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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